就是我到今天才知道说 原来明年基本工资就是又要调涨到 两万五 同学们在讲座上分享课程收获 更加了解跟自身相关的劳动权益 草原市劳动局有感于青年学子 由打工求职需求 连续七年举办劳动权益校园巡回讲座 希望让劳动教育向下扎根 也让同学了解打工权益 求职房骗等正确观念 主要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15岁到18岁之间的 这些青少年 因为他们未来有可能成为劳工 也有可能成为雇主 那当他们成为雇主的时候 希望他们可以了解雇主应该尽的责任 那当他们成为劳工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了解自己的权益 那当然还有就是他们在现在的 这个寒暑假的时候 也有可能去打工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权益 虽然大家都有权益保障的意识 但实际上对劳动权益跟保护观念 都不是很充足 因此劳动局希望借由入校讲座 分享工资 工作时间 休息 休假 请假 性别平等 以及职业灾害补偿 等劳动保障规定 不要盲目的找工作 还要避开求职陷阱 上课同学都说收获满满 今天我听到陈老师的演讲 我学习到如果他遇到劳工的问题 以及工作权利的话 我们更应该要去主动询问老板 或者是去问劳工局 来保证我们自己的劳工的权益 今天听完陈老师的演讲 我如何保护自己在工作上的权利 劳动权益讲座邀请到专业讲师授课 搭配轻松有趣的宣导动画与有讲真达 让学生以轻松的方式来学习劳动知识 今年劳动局计划开办50场次 欢迎陈原市国高中学校踊跃报名 记者赖伟一头一报道